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玩具TV》第17集 刚才又玩了一大群 我们亦给了热烈的掌声David 亦有很多观众非常激烈赞赏David的耐性 以及为什么可以用一碗酿面 就可以搞到这么多东西 对啊 人情债的很难玩啊 对啊 你老师买了我都不行啊 老老大大 好 回来 很久没玩过SHF 好像都有一阵子没玩过 真的很久了 是啊 不想再拿回来 看看谁啊 在这里 今集介绍的原则上就是 是Crosset Evolve 我自己本身都非常喜欢的一个拉打 万象龙我的最强形态 最终形态 真是磨叮 其实你有没有看到那一套 算是长版 也算是 它应该是VCinema 对啊 有上几日戏 但主要都是卖DVD 或者Buray那些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那这个 跟之前的 第四形态 Breadhole比 这个就是真的 我没有记错 本身我完全没有介绍过Breadhole 为什么呢 刚才是镜头厚 李老板 你一打开 喂 我那东西是不是买了五年还是十年呢 为什么这些白色黄金 那么小色 哎呀 我真的很喜欢EVVD 我自己很喜欢Breadhole这个角色 即是Faceball 哇 酷到爆厂 陷家墙 你一打开 真是那种惊吓 以为真的买了那件东西 两三年才可以 还是曬到 曬到 曬到黄色 谁不知 这一款Common Lider Closet Evolve 完全是不同玩法 我想停下它 其实这一款在收货之前 我想大家都应该是 有点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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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出过来 刚才我们大家都觉得很惊艳 这一款 对啊 真的被它黑掉 我反而喜欢手动转一转 给大家看 当然啦 其实本身 有看这个Build 或者有看过V Cinema的OVA OVA 都知道本身它完全没有任何配件 亦都符合万象龙我的性格 打拳头架 全部拳头架 所以它根本只有 弱光手腕去换 我连拍我也免得 不过 托賴 它这个SHF 很坦白说 我觉得真的出了一条 无论上色 和一些仔细位 都可以 当然 白色是否完美无瑕 绝对不是 它一样是有花位 有些花痕 但是我们这些验尸官都收到货的话 它都虽极有限 因为它的白色就是白色 起码不是黄色 起码不是黄 还要不是黄 在头上 或者是胸口 是啤色 我当你一两年三年之后才黄 也好 你起码不是一开盒就黄 但是好 而且本身 其实见回它 白色 很白 蓝色 都很蓝 因为它用了金属蓝 另外本身加上黑色的衬托 其实整件事都漂亮的 裙尾和脚掌位 亦都有漸变色 这个漸变色 我都知不知是很经验 因为它喷得很漂亮 真的很有漸变 而且层次很漂亮 它还在软胶位上喷 那些位置都加起来 真是漂亮 上次见漸变色应该是熔岩龙增长 是 是 本身熔岩龙增长 已经是摸定 我当时见到熔岩龙增长 我心想 哇 SHF会做到这样的东西 对 飞枪式 好像拍摄SIS 真的飞枪式 它全金属式 然后全身飞枪式 哇 很漂亮 熔岩龙增长 而今天这东西的漸变和磨力 都令我 刷新了我的身形 当然 其实虽然它本身没有特别东西玩 不过 最精彩的 腰带 也是漂亮的 本身这个full bottle 当然 如果大家玩得开玩熟的话 其实这个也是天才形态 不过 颜色不同了 起码都用得翻 插进去 非常精细 非常精细的 这个瓶 上面的移印 很漂亮 是美得 甚至乎 好像有些贴纸 对 对 眼线很闪 因为一般的移印 很少见到它做到这么少 还是它噴有机会 但是很英俊 是 整个的 整个我都觉得这个是很漂亮 不过稍稍有些 我会觉得有些败笔的地方 嗯 那一会再说 好了 照顺利动一下 始终也有一句 它这个系列 都挺多用户颈的 所以变了都对可动 会有些影响 那么 胸口的金属色 另外 它本身这两个肩甲都可动 不过 亦都很坦白说 其实你一动 就会掉了 这个也是我刚才想说的一点 所以变了都 变了都很危险 我也OK的 它一天始终 其实这里危险我才够 其实它因为主要 那个肩甲 和身体太近 它也都 那个波头本身 它拉不开它的距离 是啊 它便一托上来 直炒它就跌 跌都还好 不是断 所以其实 它也有用心的 起码它也是跌而已 是啊 没错 但是另一个 我自己觉得 比较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例如 你的手如果一向前抬 它这个顶上的肩甲 是会飞到上天的 是会挺肉酸的 是啊 但有没有解决方法 是没有的 因为它这个做法 我不明白为什么它这样做 其实我宁愿它跟肩膀 好像其他拉打那样 可能它这个是想接近皮套 因为它皮套很多都是在空格 拉着肩甲 就是有些旧的SHF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真正玩起来的时候 因为它那个是单轴 它不能少少向前后咬 就变了会飘得很高 那就不是很好看 这个就是我都完全同意的 最大的敗笔 不过这个就是和我的造型有关的 嗯 这个变了大家玩的时候 我都觉得慢慢扭 那顶着就顶着 有时候这些东西就顶着了 那当然 其他可动性 是一贯SHF的高水准 去到这里就尽了 不要硬来 腰就同样地是两折的设计 那变了 动的方面都可以的 是不是都很实际呢 是啊 就是SHF那些造帽 或者Bandau 我直接说 都真的不用担心 那么 软胶的裙 所以 这支是第三支换了软胶裙 继续上次的龙套 Saber之后就是到它 是的 软胶裙比之前进步了 因为Saber和之前龙套的软胶裙 是光面的 是立手的 是的 这个牙齿的 摸上去是很爽心的 你没有那种 很便宜的感觉 这支是改进了很多的 不过都提一提大家 大家玩的时候 其实通常都是拆胶纸的 是 你留下这个裙裙的胶纸 真的不要扔 记住 玩完 套上去 因为它其实 它除了保护本身的油漆之外 它可以防止你黏住 因为你本身后甲 側甲 都会有机会黏住这一块眼 所以 玩完 套上去再放入盒 那就安全一点 大致上就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因为它漂亮 但是可换性就不一般 而且也是那一句 唯一需要 我又不可以叫敗筆 唯一需要留意的 就是肩甲位 因为你 真的想摆一些漂亮姿势 就要留意 一瞧起这样就好可欲算 另一件事很危险 因为肩甲的里面 它本身 这个黑色是喷油的 你明显看到 所以 有时你想它漂亮一点 你会抬高一点肩的 如果你抬高的情况之下 转 它就会刮掉了这个油漆 或者可能刮牙了 所以要小心 另外 我觉得 其实我挺开心 它们转了用PVC软胶 但是 一点点 差一点就是 你会看到 例如它这个PVC软胶 在一个佛企的情况之下 它这两边都好像抬起了 这个部分是差一点 但是 在Saber上是没有的 是在Apple和之前那些龙 我也是有这个问题 龙套是有这个问题 有些我朋友就转做真袍 用真袍当然是开心 但是 我觉得 对Bandar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好过硬胶 好 很快地介绍完 这个批判 特别人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